各位网友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丽河北慢直播 大思政客系列节目之 《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兴华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学校园 河北师范大学 非常荣幸和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的副院长 副教授 申燕广老师 共同来完成今天我们这一堂 大思政客的讲授 也欢迎申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网友 大家常常好 好的 欢迎申老师 我们说申老师 今天要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6月22号 在十年前的今天 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所以为了讲好运河故事 深入地挖掘大运河背后的文化价值 我们今天用大思政客的形式 来共同行走大运河 来沿着运河看飞仪 那这样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同学 我看大家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这一堂 非常有特色的思政客 怎么样来上 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现场 背后我们有三块大屏幕 我们前面三块大屏幕 中间这个大屏幕 就是稍后申老师给大家来讲述 运河盼的飞仪 这些文化知识 会用这个PPT 然后左右两侧的大屏幕 大家看到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我们美丽河北慢直播节目的实景摄像头 这是实时直播的状态 而且现在我们切到的这八个画面 就是大运河沿线的景观 所以你就犹如在运河畔一样 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沉浸式的这种场景 引入到我们的思政客的大课堂当中 然后我们实景的去边听边看边感受 同时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谁来上 首先由我们现场的河北师范大学 我们可爱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那除了我们现场的这所学校 那我们今天的线上云端 还有八所学校的同学 也在供上我们今天这一堂思政课 我们看到现场啊 我们左右两侧有八块屏幕 这每一块屏幕对应的背后都是一所学校的同学们 沈老师我们这样 我们跟同学们依次去认识一下好不好 好呀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啊 离我们屏幕这个最近的 施家庄神兴小学教育集团的同学们 哎呀你看同学们笑得好开心 你们好同学们 各位同学上午好 上午好 好热情好热情 来我们继续往这边看 因为我们今天呢也是 我们省内多所地市的这个学校的同学 都参与到了我们这场大思政课当中啊 比如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 邯郸的同学们 邯郸大明县台城小学的学生们 你们好孩子们 各位同学上午好 上午好 其实邯郸啊也有很多的非议啊 稍后啊再跟大家来共同互动好不好 可以联系 对 我们来请同学们再来回答问题 来我们看到这边 哦大学生了 我们这边来认识一下 这也是位于邢台的一所学校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欢迎你们同学们 各位同学上午好 上午好 好我们今天啊 有小学生 有大学生 当然还少不了中学生 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就是 衡水市第13中学的中学生们 你们好同学们 各位同学上午好 好认真 看很多同学拿着笔记本 拿着这个笔正准备做笔记 对我们画重点 敲黑板啊 有很多知识点 他们的黑板 就是大运河 哎我们今天 哦我们看到这个教室 今天做了大运河的这个主题的版报啊 是哪位同学绘制的 跟我们招招手好吗 后面的黑板报 哇是这位 好特别棒特别棒 给你点赞 给你点赞啊 对我们同学们 共同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啊 来我们再来这边认识一下 我们左右两侧啊 都有学校 这边呢也是中学生 苍州市第二中学的孩子们 你们好同学们 上午好 各位同学上午好 上午好 来我们看在这边 哎雄安新区的孩子们 这是一所小学 雄安新区啊 荣西云西小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 欢迎上课 欢迎 同学上午好 上午好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这边 我们唐山的同学们啊 唐山101实验小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孩子们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你们来上课 来 沈老师 我们这边还有一所 保定小学的孩子们 来 保定的同学们 你们好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孩子们来上课 你看沈老师 我们今天啊 就是集合了大中小学生的学生们 我们同学们今天 对 一起来行走大运河的河北段 我们共上这堂司政课 当然了 我们今天此时此刻 还有视频端的各位网友 您对于大运河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于大运河沿岸的非疑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点 也可以随时在视频端来cue我们 来留言互动 也会随时跟大家来互动 当然我们要爱的我们九所学校的同学们 别忘了我们一边上课会跟大家实时来互动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互动提问的环节来交给沈老师 好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接下来啊 由我带领大家共同完成 沿着运河看飞移这堂课 这堂课的目标呢 是想通过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增加大家的自信心 增强民族自豪感 在正式开讲之前啊 刚才新华老师已经说了 我们要有一个互动 我想请问一下同学们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那么你还知道河北有哪一些项目 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哪位同学 除了大运河还有哪些呢 对啊 我们这桌举手的同学好多 先请这位女生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保定的清西陵 保定清西陵 好特别好 答对了 回答正确 感谢这位同学 我看刚才这位男生也举手 好不好 来请你回答一下 还有承德的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 你是哪里人同学 我是石家庄人 你是石家庄人 但是我去过避暑山庄 去过避暑山庄 什么时候去的 在去年吧 去年的时候去的 能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感受吗 真的是不会叫避暑山庄 凉快是吧 对外面的天气特别炎热 一到里面之后 瞬间神清起爽 神清起爽 对 而且又是世界文化遗产 相信通过今天的课 也会激发你对于文化遗产的兴趣 相信未来再去 还会有其他的感受 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同学 谢谢 这样沈老师 我看我们大学生回答了一轮 我们也cue一下我们小学生好不好 好 我看我们这个屏幕里面的同学 也已经跃跃欲试在举手了 来我们 对 这位同学 我们就是石家庄神兴小学教育集团 坐在第一排的这位男同学吧 一直在举手的 这位男同学 对 戴眼镜的这位同学 我还知道赵县的小学生有一座举世文明的石孔桥 赵周桥 你知道赵周桥 对 赵周桥也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文化 那刚才老师问到的世界文化遗产 你还知道哪个呀 不记得 不记得 那赵周桥 现在你的课文里学过赵周桥了没有 学过 那你能给我们说两句吗 课文里面有没有印象的 赵周桥是隋朝时教李春设计并参加建造的 哇 真棒 谢谢孩子 他说到了赵周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文化 而且说到的是隋朝工匠李春建造的 那你知道大运河是什么朝代开凿的吗 有隋唐大运河 对不对 还有京唐大运河 还有其他的河的 那一会儿好好听讲 让老师给你讲一讲 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同学们 那我们请后排的同学 也来回答一下刚才这个问题 河北还有哪些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请后排的女同学吧 我还知道 长城也是这个遗产 文化遗产 我六岁的时候去过那里 我记得我们去的是秦荒岛的山海关 然后妈妈告诉我说 那里还有天下之一关的美丽 好 谢谢同学去过长城的山海关 对 给同学点赞 对给你点赞 谢谢 谢谢我们石家庄是神兴小学教育集团的孩子们 好 那我们也请沈老师给大家来做做补充 河北省入选这个世界遗产的 还有清东陵清西陵为主的明清皇家陵寝 还有长城是以山海关和金山岭长城为代表的长城 然后承德避暑山庄及其他周边的寺庙所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体都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世界文化遗产都非常的感兴趣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沈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今天的主角吧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说到中国大运河呀 应该让大家思考 中国大运河包括几个部分 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大家带着这个问题 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中国大运河包括水塘大运河和金航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三个体系 那么大运河河北段是包括几个方面呢 大运河河北段涉及到金航大运河以及水塘大运河 包括北运河南运河魏运河魏河魏河以及永济去遗址 以及白洋店与大运河运河运河的一个部分 大运河河北段流经我省的邯郸 邢邓形台恒水 昌州循环新区廊坊五区一市 总长约5530公里 这个摄像机一来我还一下碰然心动了一下 对您会通过镜头讲给更多同学来听的 好 然后咱们PPT上显示的是河北省大运河沿线的一个城市示意图 以及相应的这个文化遗址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乡 假如说中国大运河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那么河北的运河就是其中精彩的一页 大运河文化如果说把它比作一部伟大的史诗 那么河北运河一定是其中最为悲壮的英雄诗篇 朝朝北征乌环引马长城窟 留下了中国最北端的运河 在那个沦线的地方 河北人刘炳中设计建造了原大都 河北人锅守静把大运河引进了北京 河北的运河是丝绸之路 瓷器之路 海岩之路 朝运之路和茶叶之路的重要通道 这是河北运河的一个地位 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 河北的运河最早是谁挖的第一桥 有同学知道吗 直接说就行 我刚才听这边我同学说 有没有同学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这女生刚才是你说的吗 好 那我就 来 那我们请沈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河北的运河历史渊源流长 河北古代运河的画卷也是绚丽多彩 从战国时期燕昭王在燕夏都开挖运梁河 这是河北开启运河第一桥的事迹 大家可以记好 那么之后到了西汉 西汉时期开着了太航山到华北平原的一个运河 也就是太白渠 到了东汉时期又开着了蒲吾渠 它是胡托河蒲吾渠 到东汉末年潮潮在河北开运了开着了五条运河 时间过到隋阳帝 刚才有同学提到了那个小朋友提到了那个隋唐吾渠河 那么隋阳帝就修住了永济区和通济区 唐代河北魏州人江师渡 着渠通朝 是一个水利专家 当时的旧唐书里边对于他有如下评价 傅孝冲两眼看天 僵尸渡一心着地 傅孝冲是当时的太史令 然后到了元代 元代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 贯通了京杭大运河 这是河北运河开着史上的一些壮举 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也是值得我们记录的 所以说河北的运河历史渊远流长 河北古代运河的图卷蓄力多彩 河北名人在河北运河史上留下了谎谎篇章 作为河北人民子弟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 我们敢忘记吗 那么河北大运河它的非仪指的是什么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人民世代相传 并且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 以及与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国的非仪体系分为十大门类 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等等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国家 省 市 县四级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这些遗产中其中有很多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了人类非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比如说京剧 昆曲 宣纸制作的一个技艺等等 大运河就像一条玉带一样 它在不停地流畅 那么大运河所流畅所带来的这个文化 也使大运河成了这个非仪文化流动和传播的一个载体 在大运河沿线的武士一区中 有很多非仪类型相识都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与商船朝船半生的大古书说唱艺术就贯穿南北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有很多一样的东西 大运河是一条纽带来传播这些文化知识 弯弯大运河 悠悠故乡愁 古老的运河就像岁月老人 见证了沿泻颤若群星的非物质文化一纯 聆听过少公此起彼伏的耗子声 目睹过运河上游炉相继 繁强如林的壮观景象 大运河还在流畅 我们能为大运河做点什么 能为大运河沿线的非仪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 对应社会需求 回应自己责任的一个应有之一 是的 就像申老师说的 这不光是一堂思政课 也是我们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而且刚刚申老师带我们看了 了解了大运河的情况 我们便了解了大运河畔的非仪 接下来申老师 我们今天沿着运河看非仪 我们就带着大家看起来吧 好不好 我们今天第一站 您打算带我们去哪 我想从运河进入河北 北省开始就讲起 也就是说邯郸地区 从南往北看 对 从南往北看 那第一站 就请申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 大运河 邯郸段 大运河 邯郸段 它是造始于东汉末期 形成于隋 繁盛于唐宋 然后昌盛于明清 并且一直发展繁荣延续到现在 它有156.4公里 流域是701.5平方公里 大运河在邯郸地区 它有几个小名 分别叫魏河和魏运河 这两条运河主要留经魏县 大明管桃县等地 是中国大运河中段重要的流域 而且这两条魏运河 保存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方说里边最有代表性的 磁珠窑 烧制的记忆 那么我们就 接下来就通过小视频 大飞夷来学习 它其中的一个记忆 好 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大运河 邯郸段的飞夷 磁珠窑 磁珠窑 它自北朝创烧 到宋金人时期达到鼎盛 竟明清至今 历千年不衰 是我国历史上 收治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和天生励志的行窑定窑此起相比 磁珠窑先天不足 周边的磁土杂质较多 胎色多为灰白灰鹤两色 磁器失去美感 这是磁州窑工匠所不甘心的事情 既经摸索 他们找到了化妆图 化妆图顾名思义 就是给胎土一般的陶瓷器 化妆上土 这是古人为了方便给瓷器上诱 或护胎美观而发明出的一项工艺 将优质磁土和水混合 制成了名为化妆图的泥浆 敷在粗糙台料表面 便可谓磁器再造一张盛世美颜 经过化妆改造的磁器 外表美丽光滑 利于绘画 于是素胚高乐 笔锋浓淡的点彩装饰技法 在磁州窑形生起来 即至北宋肃静的文人审美席卷天下 这支毛笔再次为中国瓷器 画出一片新的天地 以斑花石做绘料 形成铁锈花图案 白地黑花成为磁州窑的独特标志 随着原代的版图扩大和贸易的展开 磁州窑白地绘黑花和踢滑花的技法随之推广开来 除了中国南方广大地区 还在域外落地生根 影响至日本 朝鲜及东南亚各国 明代磁州窑以鹏城为中心 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窑场 史称日进斗金 此后日用磁品种增多 民间有南有景德 北有鹏城之说 磁州窑成为当地人的致富之道 生于乡野 面向百姓 磁州窑当时并不被文人所洗 在历史上声名不显 直至1918年 在古去陆郡这一带 发现大量宋代磁器 精美程度 震惊收藏界 英国人霍普逊首先提出 巨鹿宋词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 提到的磁器 磁州窑有了广为人知的大名 好的 我们刚刚了解到了 大运河 邯郸段的一项飞移 磁州窑 这是我们今天沿着运河看飞移 我们第一站看的一项飞移 其实我觉得同学们一边看 会不会跟我一样 我也非常好奇 你就想古代这些磁器造出来 怎么运输 通过大运河 运河判的飞移 通过水路来运输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磁器是一种易碎的物品 那它在水路运输 在船上的时候 怎么避免这个磕碰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积块地 易碎物品里面塞上泡沫 什么的 那古代没有这些东西 那怎么样来保护这些磁器 这样 沈老师 我看刚才一边看 我们邯郸大明县 台神小学的孩子们 就是腰杆挺的特别直 就是因为讲到了家乡的飞移 孩子们这种对于家乡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这样我们来问问 我们邯郸的小学生 我们的同学们 问问你们刚才这个问题 请开动你的脑筋 假如你就是古人 你穿越回去了 你会用什么方法 保护这些磁器 哇 我们看到也有同学举手了 第三排的这个女同学 来回答一下问题 对 来 请老师把话筒给这个同学 我觉得可以在包装磁器的盒子 和磁器里面放入一些泥土 再放入黄豆 绿豆等 可以发芽的种子 在其上面浇点水 使种子发芽 豆芽具有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可以很好的保护磁器 在运输的过程中 不会受到损坏 哦 好 豆芽运输法 沈老师 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巧妙 既可以解决这个缓冲 保护它的作用 也能够解决当时水炉鱼运输 船上没有蔬菜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还有哪个同学 想回答一下 还有什么想法 动动你的小脑瓜 你还有什么样的聪明材质 来 支支招 对 我们第二排这个男同学 对 来 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可以把干草等柔韧 有弹性的东西放在砖上 再将此不平运输 放点干草 是吧 也来保护它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邯郸大明的同学们 谢谢 好的 沈老师 同学们刚刚说到了 用豆芽来保护 然后放点干草来保护 孩子们说的这些方法 在古代能实现吗 您来给补充讲解一下 沈老师 在古代啊 往里边放这个种子 让它长芽子也有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个天然的弊端 就是它需要等待种子的发芽 如果说你比较着急 你就不能使用这个 那么瓷器呢 是一个易碎品 古代瓷器运输啊 还有以下几种保护的措施 各具特色 有些措施呢 确实也体现了古代商人的智慧和创造性 你比方说 用那个绳子捆扎法 把几个一样大小的瓷器 为一个组 用绳子十字交叉 或者说用绳子结成一个网 然后简单一行 这个呢 是适合短距离的运输 那么还有长距离的 以及以水路运输 大瓷器套着小瓷器 也就是大小箱套的办法 多用于这个水路运输 瓷器装运的时候啊 大小箱套组成一路 然后呢 但是呢 这样呢 简单的套装 并不能保证瓷器的一个安全 遇到风浪较大 或者说有极端天气的时候 它也会造成瓷器的一个破损 所以说呢 还要依照瓷器的大小 用绳子边网捆扎 或者说是窄空西处 在田上干木屑 然后接杆干草 使这个瓷器啊 能够紧密的排列在一起 这样呢 就不容易发生晃动 也就不会产生磕碰 这样呢 才会不畏风涛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 那么关于 瓷周窑 河北省邯郸市的瓷县的 关台镇和冯峰的彭城镇 这一带啊 是瓷周窑的一个中心窑址 瓷周窑呢 就是如刚才视频里边说的一样 它是北方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民窑之一 它的烧制时间也就是北朝时期 一直到明清时期啊 这个彭 这个彭城 也就是瓷周窑的这个核心所在地 它就逐渐成为北方的一个瓷都 当时确实有南有景德镇 北有彭城镇 这样的一个说法 瓷周窑窄这个装饰和造型上 非常实用 然后呢 不讲究这个美观 而讲究经济 黑地 白地黑花是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装饰技法 所以说呢 它一般也被誉为白与黑的艺术 这是在邯郸东南西南角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邯郸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咱们有没有是邯郸的同学啊 我们现场有家是邯郸的同学吗 没有也没关系 有哪个同学知道邯郸还有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可以直接举手说一说 因为邯郸也是一座古城 有很多深厚的一些历史文化 我看到台城小学我又想起来 这个邯郸的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这个大明的小墨香油 对家里面吃的那个香油 小墨香油都知道 对那是邯郸也是我们刚刚啊 我们这个大明 谢谢我们台城小学 我们的孩子们你们的家乡 对 这个古人说的好啊 民以食为天 食以味为先 美食美味 我觉得这应该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个生活哲学 而这些万千美食啊 往往都不可缺少那一滴入魂的香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你会自动加入种的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里边 然后月饼是不是五人的里边 但是你调凉菜的时候 你总是南方北方不约儿童的都是点香油 而且香油这是一种一听到名字 你就会不自觉的想到它香味的一个特产 然后一口炒锅 一台石墨 一队油锤然后香飘四海 接下来啊 我就再跟你们多说两句 芝麻开门的一个香飘世界 大明县它这个境内啊 有黄河故道留下来的六十余万沙制的土壤 这个土壤 种小麦 不太很合适 特别适合种植芝麻 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大明呢就有种植芝麻的一个传统 因为地理条件达到了又有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说它很多 那么大明县制记载呀 大明的这个小墨香油 它的这个起源有两个 一个呢是大明县城南关的一个回民 叫杨电魁 人家呢是从小店员改行 墨香油 它的一个经营方式是什么呢 是零售为辅 每天挑着袋 走街串巷 零售为辅 但是呢 奢销为主 这个人很大胆 它向各个商店先供货后收款 不怕你这个这个不给钱 它是靠信用推销 打出来了这个小墨香油的一个名气 它是 道光年间左右 然后另一个大明小墨香油的一个起源 就很有这个传奇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是明朝永乐年间 从山西移民到直立的时候 当时呢带过来墨香油的石墨 然后呢就开办了一个香油坊 当时制作的这个小墨香油 这是史书上面写的香飘五里 就是隔着五里地 你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这个是真香 所以说呢人称五里香 距今呢已经有六百多年的这个历史 这个香油啊可能大家吃着很香 但是不太很了解 香油呢按照加工的工艺不同 可以分为小墨香油和机制香油两种 大明的小墨香油呢是用这个水带坊 加工制取 香油 涉折红韵 晶莹透亮 油香柔和 也是浓郁持久 这个不是我跟他做广告 他说的是真的 而且听听我爸说呀 他小的时候他确实是在这个香油坊给人家打工 当这个小跟班嘛 但是呢他一直只能闻着这个香油的香味 他常常吃不起这个香油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比较匮乏 所以说呢香油显得非常珍贵 家里边一瓶香油 基本上要吃上一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啊吃饭 只能用那个筷子头 而且不敢下的多了 蘸一下那个香油 然后就点到那个碗里边 或者是那个菜里边 按现在来说根本就看不到 但是呢当时就觉得美味无比 现在呀 这个人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 香油呢也越来越普及了 成为饭桌上一种常见的这个调味品 因为我小时候听过我爸说过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我对香油也一直在关注 那么在我的这个记忆里边 这个香油啊在女性 这个长辈心里边的这个地位是更高 他们甚至这个这个把香油叫什么呢 叫做月子油 就是当这个女性生产的时候 做月子的时候 吃的菜里边也要多滴上一点香油 这是说了一下这个大明小莫香油的一点故事 2004年呢大明县就被授予中国小莫香油之乡 这样一个称号 大明的小莫香油占全国香油产量的四分之一 大吧 大明小莫香油呢 大明小莫香油呢 相遍全国 县内40多个这个香油专业村 然后从业人员有三四万之多 这是大明小莫香油它的一个国家 非亿产品 那么 新华老师您知道这个邯郸还有其他的这个 非物质文化亿产吗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我相信邯郸的同学一定特别想回答 因为刚刚讲着小莫香油 我就在想小莫香油之乡在哪儿 就在我们屏幕那头的邯郸大明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问问主人公啊 我们来问问我们大明的孩子们 刚刚讲了你们的家乡的一项重要的非遗 小莫香油大家都了解了 但其实呢我想再出一个其他的题啊 就是除了小莫香油之外 施老师我问题还没问完呢 孩子们的手都已经举起来了 都特别想回答 能看出来 对于家乡的这个非遗都非常了解 我还想问问孩子们 除了小莫香油 你还了解邯郸有哪些非遗 来我们请第一排的这个 男孩子来回答一下 我们家乡 可以听到 你说吧孩子 我们 可以听到老师 可以 没问题 我们家乡还有草边 草边 对 邯郸的草边也很有名啊 我看有边的花瓶啊 屏风啊 包括上面有那个花形 有人物的有风景的 栩栩如生 特别漂亮 草边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这边的五百菊香肠也很好吃 好吃 好 谢谢同学 我们再看其他同学 还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 推荐一下你家乡的飞仪 邯郸还有哪些飞仪 我们后面同学也来回答一下 对 请老师帮我们 对 递给一位同学 我们家乡的二毛烧鸡也非常好吃 二毛烧鸡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跟我们说说 还有我们大名的北承门 嗯 北承门 嗯 其他同学还要了解的吗 对 我看这边第三排那个男孩一直在举手 那个同学 对 我们家乡的二五八 二是指二毛烧鸡 五是指五百鸡 八是指拨八是火烧 哦 二五八 哎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 话重点 二五八 同学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说慢点再让我们记一下 二是二毛烧鸡 五是五百鸡香肠 八是拨八火烧 嗯 能看出来 这都是舌尖上的飞仪 都是好吃的 除了吃 孩子们 还有其他的飞仪吗 比如说运动类的有吗 比如说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知道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 最受人们喜爱的武术运动 和健身活动项目是什么吗 就在你们的家乡 是什么呀 太极 太极 太棒了 谢谢孩子们 邯郸的太极 永年太极 对 有武士太极 有阳士太极 这是邯郸非常有名的国家极 非物主人化遗产 当然啊 我相信孩子们那个了解这个太极 而且我相信很多他们的家人也好 包括孩子们自己也好 可能也会打上一招一式的 我不知道现场的河北师那同学们 你们或者说你们的家人有打太极的吗 有 是吧 对 尤其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特别喜欢 这是一个健身运动项目 现在在邯郸古城也会有非常多的人 包括现在全全球有三亿人都在练太极 而80%的人练的都是咱们邯郸的永年太极 邯郸的人啊在练太极 可能我们的孩子们每天也喜欢练练太极 而形台的孩子们 现在的课肩操变成了他们的飞仪 他们在课肩操会练上形台的灵溪弹腿 这样沈老师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看看下一站 灵溪弹腿好不好 好 大运河出了寒滩向东北 然后呢就进入了形台境内 一直从形台临溪县的尖肿进入 沿着临溪和清河县两县的边界一直向北 在这个清河县的渡口翼出境 是河北山东两省的边界河流 那么形台的大运河呢是长五十八公里 所以说呢当地的老百姓啊常说 运河之衰天上来无是芭蕾果姓泰 我可能学的不像 大运河形台段呢是这个隋唐故道明清运河的一个交汇 不要看它短它是一个两个运河的一个交汇 是古代丝绸瓷器海沿内河航运通道上的重要节点 那么我们往下看一看通过还是通过一个小视频大飞移来学习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灵溪弹腿 在河北行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 行台是境内大运河自灵溪县尖种镇流入 沿灵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 是纪鲁两省的边境河流 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 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 我现在所谓的位置是在龙弹寺 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创派俗师昆仑大师 他俗家姓名李重进 他是唐某五代后洲时期的后洲的阶渡士 淮南道阶渡士 当时他镇守扬州 因为他不臣服于宋太祖赵宏印 所以说在赵宏印将他打败之后 他顺着隋唐大运河 就隐居到了当时的林青龙潭寺 演创出《诗路推访》 为什么叫潭腿 因为我们当地的地标 就是有一个黑龙潭 黑龙潭的中间有一座土山 叫做龙潭山 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 叫做龙潭寺 都带坛 都带坛 所以说昆仑大师 就将《诗路推法》命名为坛腿 赵宏印在长沙 举行了一次全国大比武 当时据说比武用了三年时间 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 宋代十八家之首 第一名就是赵宏印创的长拳 叫太祖长拳 第二名就是我们龙潭寺的坛腿 长拳的翻译地在黄河一南 我们坛腿的翻译地在黄河一北 所以这些是完全没腿 手势两扇门 拳凭腿打人 是吧 这个就是说的是坛腿 他就说坛腿四只手 神怕鬼见仇 我们本地呢 还有说什么呀 喝了运喝水都会踢坛腿 这个坛腿啊 就是说什么呀 攻守并重 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 连环踢打 精招妙用 简单一学而且又实用的推法 创派所施坤仲大师 他是从扬州顺着运河 来到了我们当时的龙潭寺 就是龙潭寺的边上 就是隋唐大运河 勇技区嘛 从这里 这个坤仲大师创了坛腿之后啊 这个坛腿又通过运河传下了 全国的大江南北 是坛腿流传至近 有千年的历史啊 同学们 下课时间到了 我现在所的位置啊 是在灵溪县魏罗安小学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 高年级的学生们啊 从教室奔向操场 整齐列队 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 当年呢我练课间操 真是练课间操 人家现在练课间操看到了吗 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坛腿 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 正是坛腿的传承人 和他的徒弟们 在2019年开始 坛腿竞校园活动 正式在灵溪县全县推广 2021年 我们将坛腿作为校本课程 利用课间和客户延时服务时间 进行坛腿练习 我们还印制了坛腿校本教材 并成立了坛腿社团 在进行坛腿练习的基础上 增加了器械练习 截止到目前 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啊 已经熟练掌握了七路坛腿 社团的孩子们 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坛腿 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 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 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 很娇洒很帅气 我练坛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坛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 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润 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 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 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我现在是来到了灵溪县第四中学 坛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 正在练习坛腿中的传统刀法 飞龙刀 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萨爽 气宇宣昂 那学校老师介绍啊 抗战时期第29陆军大刀队的刀法 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我觉得坛腿非常有趣 我练坛腿大约快一年了 坛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 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坛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开朗 这时候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 精力更加的充沛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 四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坛腿 在近年来 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 坛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保护 林西县相继成立了坛腿协会 和坛腿传承基地 免费教授坛腿技法 让坛腿发扬光大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干线 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且呢 渊源流长的大运河 也诞生了许多的名人 那么下面的互动问题来了 元朝的著名天文学家 数学家 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 郭守靖 他的属籍呢 是邢台县黄寺镇郭村 他和大运河 都有哪些渊源和联系呢 好的同学们 问题来了 郭守靖和大运河有哪些渊源和联系 我们都知道郭守靖 对于大运河的开凿 有非常大的贡献 非常杰出的贡献 而且现在呢 后人去追溯郭守靖的故事 去纪念郭守靖 也有郭守靖纪念馆 其实就在我们今天屏幕上 大家看到的 位于邢台信都区的达活泉公园 这个里面就有郭守靖纪念馆 然后在这个公园的南门呢 正对着的那条路 叫守靖北路 以人的名字啊 来命名这条路 我相信这也是后人 去感念郭守靖的一种方式 刚刚我们视频里面提到了 沈老师说 郭守靖和大运河有哪些渊源呢 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 当然要抛给就在邢台的同学 好不好 因为我们此时此刻也 视频端呢 有位于邢台的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孩子们 我们的大学生们也正在听课 我们也请同学们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吧 据你了解郭守靖和大运河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哪位同学回答一下 第一排这个女同学 在解决大运河最后一公里的水源问题时 握手靖经过实地勘察 最终选择了以南昌北部的白浮泉作为运河的源头 这些选择不仅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问题 也使得大运河的水源更加具有安全和可靠性 白浮泉作为大运河的源头 也为后期的大运河的水运的安全委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 好的 谢谢你 我们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好 我们旁边这个男同学吧 郭守靖亲自主持了同卫河的休闲工作 同卫河连接了源大都 就近南北京与通州 然后是便利了 就是使得那个朝阳可以直接运往源大都 这就推进了 就是南北部司之间的运输 然后这就是这一工程的完成 也使得元代的政治 经济以及文化建设 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好的 谢谢我们的同学 我们知道郭守靖对于大运河的开通 是有着非凡的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是丰功伟绩 那这样沈老师 我觉得说到郭守靖 因为他也被誉为金行大运河的总设计师 大家也对他有很多的赞誉 我们觉得今天其实关于郭守靖这个人物 我们值得在课堂上 给同学们来琢磨多一点来讲一讲 好不好 我们请沈老师给我们补充讲讲郭守靖和大运河的故事 好嘞 我其实刚才还在震惊于这个弹腿 我估计各位同学也是一样 没有想到非仪就在自己身边 是吧 而且非仪这么受欢迎 所以说呢大家不能再把自己封闭起来 是吧 你们每一天我觉得都一睁眼 就应该像一个挖宝之旅一样 看到什么对自己有提升的 非仪的什么的都要参与一下 而不是说只是在这个手机上参与 那么再说回来咱们这个郭守靖 这个形态是拥有三千五百年的一个建成史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人皆地灵 它涌现出来像郭守靖这样的先贤 这是很应有之一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郭守靖这个人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原成中的时候曾经称战这个郭守靖 人家是怎么说呢 这个郭太史真神人也 他有一个利马斗 你们也都知道是吧 利马斗评价这个郭守靖设计的这些天文仪器 人家的评价是怎么说呢 远远超过他在欧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一类东西 不是说这个我们主上也扣过 而是说崇洋没外真的没有必要 民族自信 咱们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所以说呢为了纪念这个郭守靖 他的一些伟大的成绩 1977年啊 国际小行星 小行星这个研究会 曾经呢正式命名了一颗郭守靖星 还有一个小星星 然后天文学界呢也将这个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 命名为郭守靖环形山 前一段时间咱们的嫦娥 那是几号啊 上太 上那个月球后边就去看这个郭守靖山了 现在呢在北京和邢台都分别建有这个郭守靖的基建馆 这是咱们这个形态的 作为一个出生数百年前的人 郭守靖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可以让人们倍加推崇 我认为啊 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 郭守靖呢就是一位复合型的学术大牛 他在天文学水力数学设计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按现在说 这交叉学科的大佬 你需要顶礼膜拜的人 郭守靖医生呢 我简要总结一下 他有两大贡献 一个呢就是在治理水力方面成就卓著 第二个呢就是主持修订了寿实力 那么在水力方面 它还可以再分成两个方面 水力方面的成就还可以再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京航大运河规划贯通 一个呢是北京城水力规划建设 在这个全线贯通上 它将大运河由弯变直 主持发通了三东段的这个运河 使这个运河直线向北直达北京通舟 这就使杭州到北京的京航大运河局里 比原来缩短了这个九百公里 一千八百里 使南方的这个粮食和物资 到达北京的这个时间大大缩短 在元朝之前啊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印象 在元朝之前 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什么样啊 是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 是不是啊 秦汉的时期啊 也有一些运河 但是这个运河呢都是东西向的 运河是东西向的 它要将物资从这个关东运到西部长安 所以说呢它需要这个东西向的 那么一直到水塘以后 中国的运河就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 就是那个水塘大运河嘛 那么到了元朝的时期呢 因为都城已经搬到了这个北京地区 元大都在北京 那么朝运啊 这个朝粮的运输 如果说再由洛阳中转入京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耗时耗力 是吧 所以说呢 元朝的这个统治者呀 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想着台湾取直能够让这个运河直达北京 然后忽必烈就任命这个郭守静 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289年的时候 郭守静呢 经过策划就开通了汇通河 南北运河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了 这才有了后来的京航大运河 所以说呢 郭守静也经常被誉为是京航大运河之父 否则你还得再拐到了洛阳才能过来呢 那么大运河连通之后 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吗 大运河连通之后 南方的物资可以直达北京的通州 也就是现在的通线 也叫通州区了 那么接下来 你就面临了第二个问题 因为通州可不是黄城 不是北京的核心 是吧 你从通州到黄城 你还需要陆路运输 那么你比起水路 效率还是很低下 是吧 所以说呢 郭守静在经过这个实地勘测以后 又提出来一个白浮翁三河 这样一个工程的一个设计方案 从此呢 就是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也被打通了 所以说呢 这个贯通大运河 这个在整个元朝的历史上 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是郭守静的一个贡献 那么郭守静在天文上的这个成就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天文仪器的一个研制 一个呢 是高精准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测定 在他的这个一生中啊 他研制出各类天文仪器 二三十种制度 不仅有理论 还有实践 有实操 这些先进的这个仪器 经过他的使用 又撤出来的这个数据 又更加准确 所以说呢 他制定出来的这个受实率 比西方格力高力制定的那个受实率 要早三百年 郭守静的这个受实率诞生了 计算的简单 精准度又高 他比这个回归年长度 绕地球一周的一个实际时间 这时间仅差二十五秒 元朝 郭守静 跟现在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受实率 一直用到了明代 用了三百六十四年 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长的立法 有时间了都可以去向郭守静学习去 那郭守静的这个医生啊 他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科技成就呢 有二十余项 遥遥领先于世界 这个啊 恰恰真的印证了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呢 就是这个伟人 从来不是因为生的伟大 而是因为活的伟大 才是伟人 好的 感谢沈老师啊 跟我们讲述了 郭守静和大运河之间的渊源 介绍了郭守静的故事 可以说郭守静 为人类科学世界的发展 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是邢台的骄傲 是河北的骄傲 更是全中国的骄傲 当然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大运河养育了一方方的好儿女 在邢台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世界名人郭守静 那大运河从邢台出来 就流向了恒水 在恒水呢也有很多文化名人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 施老师继续带我们去 恒水大运河段看看吧 恒水是境内的大运河呢 由南运河恒水段 卫运河固程段组成 全长的179公里 其中啊 南运河恒水段 以及卫运河 它只是经过 府城 井县 以及故城 三个县 提起来这个恒水 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呢 是恒水中学 或者说是恒水老白杆 再往下能想起来的 就是董仲书 这个董仲书是汉代著名的一个思想家 也是教育家 汉武帝呢 采用了董仲书 画出百家独尊儒素的一个建议 所以说呢使这个儒家思想 以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影响了中国近2000年的一个主导思想 那么董仲书的家乡就在恒水 它也是在这个大运河沿县 所以说在咱们河北 在大运河沿县 大家也都应该有信心 成为这个伟人 成为大台 那么这个恒水是大运河重要的一个流经地 秉承着恒水的历史文脉 呈现出一个鲜明的一个地域特点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流动文化 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 那么河北段的大运河 两点一线 也就是说从恒水的井县 画家口夯土险工 到昌州东光县 连镇的一个县家坊 以及昌州到德州这一段运河的河道 都是当时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的遗产点之一 那么在这个固城 除了有这些正口调水坝之外 还有的呢 就是固城的运河架骨 那么咱们还是小视频大飞移 学习一下固城的运河架骨飞移文化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固城县150华里 在运河大桥上 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骨 气势雄浑 鼓声震天 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 头戴精美大事 编辑古边舞蹈 气势冲天 场面壮观 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骨 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 只见他盛装上阵 身着绚丽的表演服 头顶独特的至鸡尾头冠 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 铿枪有力 骨道之处想撤云霄 大甲骨必须整起事 这三叶都要表现出来 没有这三叶这个骨你是打不好 用心打鼓 巧得人的心理 真是人心 咱们这个骨相撤人天气势庞大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 插声响亮穿透力强 而罗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 运河架谷既是磅礴 场面宏大 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一个是在开幕式比较震撼 给人一种特别喜情 特别喜悦的一种那种感觉 哎 让人挺云 亢奋 做不出来的一种喜悦 在这种活动 这种特别的愿意看 运河架谷又称五官寨运河架谷 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 由村民李登玄首创 是一种纯打基乐合奏 由大鼓小鼓 脑 茶和裸等乐器组成 节奏铿锵有力 古典丰富多变 声音威武高亢 一百多年以来 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 汉车人的 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 到现在 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星吧 他这里面 他有一种履动的魅感 给人形成一种 启示后卫的这么一种魅感 我用了一个一个广角里头拍的一个 就是说在那个刚才大鼓的这个李老师 给他来的一个特写 那个实距比较 超广角 那个掌力比较大 看着这个 尤其他大的很投入 这个动作也很开服 很奔放 所以是感觉这个特别好 2017年 运河架谷入选河北省第六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 近年来 为了赋予运河架谷新活力 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这是倾天于主 这个动作 这是几场一场 回头望远 这个动作也特别整合林心 也特别潇洒 这是从串通这个 这个结果 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 串通和现在相结合 李宝庆说 过去运河架谷因运河而生 如今 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从我几时 我爷爷把传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从我时 传给了我 至今我又四十多年了 敲这架谷 我为这个村子进口运河 这个运河架谷都 应运人生 土生土长的 运河便日 所以想通过运河架谷 把运河文化 从运河架谷把它提现出来 如今从事运河架谷的 已经有老中青少四代表演者 其中有年近茂蝶的老人 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那时候喜欢 不喜欢就不来的 穿上去 我看不着了 他们也接着我来穿 小时候总是看 然后就喜欢 想敲 长大了就自己来练 就是感觉心里 莫名其妙地 涌出一股乐流来 就感觉心里暖暖的 我想把这份 中国的非文化遗产 穿上下去 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 把我们这运河架谷 越敲越好 一条运河 一个一河而建的县城 相为相依走过千年 故城文脉自眼周之地出发 化身于壁波荡漾的清流 运河架谷 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 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 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 对运河 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不愿意标准 夏日不希望 我们这运河架谷走出河北 走进背景 走下实践 我们一直在运河岸面 进行表演 运河的第一弯 有六个调水坝 它有什么功能 你知道吗 好的 问题来了 运河第一湾周边有六个调水坝 它有什么功能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 add一下恒水的同学 我们来问一问 恒水市第十三中学的同学们 你们知道调水坝的功能吗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我们第二排这个男同学 举手的这个男同学 来分享一下吧 作用在于防洪 能够有效的保护当地其中的生命 这才是安全的 防洪 好 谢谢你 我们还有其他同学有补充吗 来 我们第一排这个女同学 可以灌溉田地利于主业发展 灌溉田地 好 你谢谢你 我刚才看第三排的男同学也举手了 你也来回答一下吧 看看你的见解 就是这个大运河可以让这个交通更加便捷 让交通更加便捷 好 谢谢 谢谢同学们啊 分享了自己的分享 受到了对于这个调水坝有什么功能 自己的理解 那这样我们还是要把问题 抛给我们的申老师 我们请申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什么叫调水坝 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包括除了调水坝 我们的大运河上 还有哪些水利方面的设施 或者智慧呢 请申老师开讲 好 这个大运河流经 固城县正口镇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处长约2.5公里 接近180度的一个大拐弯 这个呢 固城人民亲切地称它为 运河第一弯 这是一个情况 那这个湾呢 是为固城正口镇 能够从普通春镇发展成为运河商贸重镇提供的这个地利 是当地老百姓心心中的一个吉祥湾 是当地老百姓心中的一个吉祥湾 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于是呢 当地村民就修建了调水坝 恒水市固城县呢 有非常悠久 深厚的这个大运河相关文化遗产 你比方说这个正口调水坝 它呢 又叫重力调水坝 它位于大运河正家渡口 左岸 一个险滩处 刚才有同学说是为了交地是吧 对 说有灌溉农田 那个灌溉是不太很对的 这个正口调水坝 是在这个明清时期啊 它以这个龙尾扫 护水护堤基础上 然后修建而成的 那什么是这个龙尾扫呢 这是在清朝啊 雍正年间 当时呢 李渭是做过一小段时间的这个直立总督 然后呢 他号召这个民众啊 在这个运河的大堤上 都开始种植这个柳树 互堤互堤 一旦遇到大水 也就是说每封大水就把柳树砍掉 然后呢 十棵柳树捆成一大捆 一排扎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水是过来的太奇 会冲刷堤岸 会冲溃大堤 那么他们把这个树头树身 倒挂在这个河里边 以减缓水流冲刷堤岸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形状 就好像龙的尾巴在水里边 所以说呢 这个固承人称他为这个龙尾扫 固承这种以扫治水的这个做法 雍正呢 战场有加 号召在全国推广 可以说呢 龙尾扫以及这个调水坝 就是当地民众水工智慧的一个结晶 目前啊 这个刘存下来的六座调水坝 它的功用各不相同 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无穷的这个智慧 它的一号调水坝 它是一个顺水坝 它营水的这个面 两侧都是圆角 如果说是锐角 可能这个这个冲刷的力度太大 对它自己是个一个损害 那么二号调水坝 还是一个顺水坝 因为它离这个最终的冲击的着力点 都比较远 二号调水坝呢 它这个砖 也是砖石结构 它那个砖上有民国三十七年 然后陶月建筑 这是留下了一个清晰的一个纪年 那么它的三号调水坝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营水坝 就冲着水来的 水拐弯 然后就直接就扑面而来 那么这个调水坝 它就不再是圆形了 它是一个菱形 修的特别尖 直接把水破开了 营水面是尖形 坝体营水面上还留有很多 这个一尺两尺三尺这样的一个尺度 而且呢 这个调水坝上就写着 一溪狂澜 波澜的一个问题嘛 四号五号六号 都是这个顺水坝 就是起到一个这个纠正方向的一个作用 让这个水流 但是呢它们各自的这个调水坝 那个形状都不一样 你看这上面这个 这应该是那个一号 就是圆的 它立的很远 那么像长江这样的这个大江大河 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 都有一个枯水期 但是大运河呢 却能刺激这个行船 以前一直是 是因为它掌握了调蓄水量的一个密码 那就是闸和解合 这是那个正口调水坝 这是几个调水坝的一个形状 减河呢 是一种河道 逊期的时候 就是为了减轻河道和堤坝的压力 然后呢 开始泄洪放水的一个河道 它自己是通到这个海里的 所以说它叫减河 减河的一个减 是加减的减 取分流的意思 减轻河道的一个水量 中国的先人呀 把这个闸坝减河弯 完美的这个结合之下 找到了调蓄水量的一个阀门 顺势治水 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高超和绝妙 那水工的一个智慧 什么是丹杂 丹杂呢 起源于秦汉 又称水门 斗门 有的时候也写着后边那个斗门 秦代的灵渠 上面就很多斗门 那复杂 宋代开始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乃至世界通航工程最高水平 就是咱们自己造的这个复杂 是吧 丹杂相比 它呢 让这个船只通过的风险降低了 而且呢 因为北方这个降水是有季节性的 有的时候你这个水是不能浪费的 所以说呢 双杂呢 也保证了这个 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节省了船只通过的一个时间 那么再说一说 这个三湾底一杂 为什么山东多闸 然后呢 河北多弯 这样一个过程 咱们有意延长这个弯道 那么弯道最多的是 昌州 昌州是215公里 应该是有230个道弯 然后呢 咱们对于昌州 得到下一节课再开始讲 对 刚才沈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了 闸 坝 简河 弯 这些都是我们古人在运河的治理当中的一些 水工方面的智慧和举措 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包括刚刚呢 我们也是跟着沈老师的脚步 我们一起研绿运河看飞仪 我们去到了邯郸 去到了邢台 去到了恒水 那稍后下一站啊 我们就会去到刚刚 沈老师剧透的苍州 苍州也很有意思 包括刚才说的 这个三弯底一闸呀 包括苍州的弯很多呀 比如说我们美丽河北半直播这画面上 大家看到这儿啊 上面这个苍州运河区 运河公园 这就是一个弯 这是Omega弯 非常有意思 对 Omega 一会儿啊 预知详情如何 且听下半堂课的分解 我们这样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同学们 十分钟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 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们下一段去苍州 待会儿见啦 好 下课 好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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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 它在主要大江大河 决心 轻注在三千二百千米的河道中 与大自然共同刻画出这一奇观 这是一首永不止歇的大地史诗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书写 一脉火水 金江南 月中原 带烟罩 催生出一座座文化名城 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 沉淀了无数兴衰的记忆 作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 使用最久 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 除了人们熟知的金行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 浙东运河在内的广阔空间 今天这条大河与它所生发的文明 仍然生机勃勃 一如既往地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三亿多中国人 这个伟大工程有六分之一经过河北 包括隋唐大运河和金行大运河两部分 曾经沿着运河 河北人打开了视野 北上南下 走向世界 2021年夏末 在廊坊市湘河县 北运河湘河中心码头 一艘画坊 悠悠入水 在中段五十多年之后 这个夏天 大运河北运河段 恢复了通航功能 沿河中心码头 沿河北上 沿河 库河北米洋 海冉河竹 也为中国北方运河的大规模开凿 书写了肇事的篇章 为了北区乌环 一统天下 草草先后开凿白沟 丽草渠 平鲁渠 泉州渠 和新河五条人工草运河渠 把花北大平原上的 呼陀河 张水 古役水 陆水等水系 互相贯通 成为它统一北方的曹运利器 历史远去 光阴淹没了军功 岁月斑驳了城池 这些人工开挖的河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次次地被唤醒重生 冠以不同的名称 成为国家新的动脉 公元605年 隋阳帝杨广 开发隋唐大运河 这条河 这条河以洛阳为中心 一撇一纳如同人字 一撇向南 尽头是今天的杭州 一纳是永济渠 经过河北 直到今天的北京 公元1272年 原始祖忽必烈定都大都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自此 这座城市正是成为影响后世近千年的 国家政治中心 此时承担着都城运输与供水生命线的大运河 以无需绕道洛阳 如何踩弯取直 让运河从富庶的江南直达北京 成为了横跟在新都城前面的新难题 最终 河北邢台的科学家郭守靖 拿出了破解之道 上之天文 下小地理 是郭守靖的真实写照 历时数载 勘察地形 寻找水源 计算落差 郭守靖汇出了大运河 台湾曲直的线路图 提出了大运河 气功走弦的整体构想 在山东修建运河 连通河北 江苏 实现京航直航 这份设想里也倾注着另一位河北人的心血 苍州水利学家马之珍 陪同郭守靖 勘察河道 共同破体 在马之珍的主持修建下 1289年 京航大运河地形高差最大的一段河道 惠通河万通 四年之后 郭守靖主持开凿的北京到通州河段也顺利开通 彻底打通了大运河与都城之间最后的距离 忽必烈震惊于这段河道终点积水潭 逐炉避水的空前盛况 欣然赐名通汇河 自此 台湾取植后的京航大运河全线通航 运河的涟漪汇聚起了更为广阔的水系 与隋唐大运河相比 航道缩短约900千米 从此 南方的粮食物资和大量人才 都经过这条水路 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北京 有人说 正是因为郭守靖大都治水的成功 奠定这座古城污水与草运的基础 这座古城的规模 才能越来越大 各位网友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美丽河北慢直播 大司政客系列节目 严震运河看飞仪 我是主持人星华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学校园 河北师范大学 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院长 副教授 深艳广 深老师 共同来完成我们今天这场 司政课的讲授 刚刚呢 深老师带着我们去行走大运河 我们一起看了 邯郸 邢台 恒水 下一站呢 我们说要去到苍州 我们也说到了 苍州的大运河有一个特点 就是弯特别多 然后上半节课的时候 深院长也给大家说了 说苍州的运河多少道弯啊 有两百三十道弯 其实呢 我也想考考同学们 有一首诗 就是说到的 关于大运河苍州的弯的 叫做夜过苍州 大家知道这首诗吗 那句诗 这一句啊 非常有名 夜半不知行尽远 一船明月过苍州 对 就是说 这个船啊 开啊开 行啊行 都走到夜半时分了 哎呦 这天都黑了 都大半夜了 还没走出苍州呢 为什么呀 就因为弯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 问给沈老师 为什么苍州的运河 有这么多的弯 那这些弯 为什么要修这些弯 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我们请 沈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也带我们走进 大运河的苍州弯 好 昌州境内的南运河呀 完颜曲折 弯道众多 就像一条舞动的巨龙 穿行在昌州大地的南北之间 有数语说呀 金航大运河 山东闸多 然后河北弯多 三弯底一闸 就是讲的弯道的数量和作用 那么昌州境内的南运河河道啊 在专业术语上叫完颜形河道 据统计啊 就是昌州市内的这个南运河总长 是216公里 它有230个弯道 基本上呢 不足一公里就有一个弯道 所以说呢 诗人夜半不知行近远 一船明月过昌州 就是因为一直在绕弯 那么古人为什么舍尽求远 在运河上修这么多弯道 是违背了咱们刚刚讲的 郭守境拆弯曲直的这个宗旨了吗 其实啊 这正是古人治水的伟大水工智慧之一 从水利专业的角度讲啊 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呢 是增加河流长度 从而减缓河道的坡度 减慢水流的速度 利于航运 第二个呢 就是节约水量 第三 就是防止河道预测 第四 就是减少水运的一个成本问题 那么设置弯道啊 可以增加河流的长度 从而减缓河道的坡度 河流啊 设置这个弯道 和公路修建这个盘山道 这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知道 如果说公路坡度太陡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上坡爬不动 下坡速度太快 容易出危险 那么河道呢 它也有一个河里的一个坡度 河道的这个坡度越大 河流 河水流数也就越大 河道的坡度越小 河流 河水的这个流数也就越小 那么流数太大 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冲刷河岸 冲绝河堤 水就会从河道里边跑出来 就会发生危险 是吧 而且呢 水流如果说过于团急 坡道高 坡道过于高 然后呢 水流这个比较团急 也不利于船 船只航行 那么坡度太大的地方啊 如果也用 增加弯道的这个办法 来减缓这个水流 可不可以 那么它就会需要很长的一个河道 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 它需要转很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从工程量 从占地 从运输效率 各方面来讲 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 你比方说大运河 山东段 它最高处与最低处的一个落差 将近三十米 可能大家觉得很平 但是呢 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坡度的 所以说呢 在坡度很大的地方 你最好是设立船闸 来克服水面落差 在坡度小的地段 设弯 以弯道带闸 这就有了山东闸多 然后河北湾多 以及三湾 顶一闸的一个讲法 那么设置这个弯道呢 其实就是用水平空间 换取垂直空间 那么设置这个船闸 就是用垂直的一个空间 来换取水平的一个空间 减少工程量 这些啊 都是古人伟大的一个水工智慧 体现了先人尊重自然 因地之宜 因势利倒 趋利避害的一个高超智慧 所以说从这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过程中 完全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这个古人的一个智慧 那么昌州这个地方呢 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一个城市 宋末元初的时候 昌州运河沿岸经济比较繁荣 曾经有小燕京之称 但是呢 昌州地区的欧米卡弯 几字弯 S型弯 修建费力 航行费时 对吧 但是呢 它符合这个 核道力学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 有了这些弯 它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一个和谐统一 我觉得就像申老师说的啊 我们这个欧米卡弯也好 S弯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美丽河北 万直播的这个镜头画面 昌州运河区的运河公园的这个欧米卡弯 大家觉得这风景美不美 特别美 对吧 所以我真的觉得像申老师说的 我们古人修的运河的这些弯道 它既有古人的在水利方面的智慧 同时我觉得它也勾勒出了运河这种秀美的风景 就我们也可以欣赏到 哎呀 运河看起来是柔长百节 婉转移拟的这种风光啊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运河公园 现在也是当地的人 很多朋友 苍州人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 去苍州游玩的时候 也都会去这转一转 我们河北的美丽风光太多了 这么近那么美 欢迎大家周末到河北 当然我们说到苍州啊 有非常多的这个运河风光 然后刚刚呢 沈老师也提到了 苍州也是因运河而新的城市 苍州有一个区叫运河区 对不对 这也是唯一以运河命名的一个区 所以苍州段呢 也是大运河非常精华的一段 当然我们美丽河北直播的 我们的镜头啊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运河公园啊 还有这边的节地减河闸 其实我们还有苍州 非常有名的南川老街 但是今天画面有线没有展示 但是我们决定 以一种更加沉浸式的方式 带大家去苍州运河畔的南川老街去看一看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目光 一起去到大运河苍州段 继续看飞移 雍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而金航大运河苍州段全长二百一十六公里 是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城市 千百年来 大运河虽然默默不语 却让这里成为了山谷云集的南北通渠 更孕育出了众多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突出特点是一碱一帆 碱是一片布料 一碱子才长 没有任何的拼接 这是通过推归拔烫的工艺 把人体的曲线突出出来 这看来是虽然是简 但是并不简单 繁体现在两百多道工序的制作 光针法一般的是二十多种 要再加上刺绣呢就更多了 一般的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更复杂一些的呢 三到六个月也很正常 我从事古法旗袍的制作 已经有四十年了 到我儿子这一代呢 已经是第五代了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古法旗袍呢 现在深受大家的邪 也远些到国内外 苍州铁狮子 别名郑海侯 鉴于五代十国时期 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 要说苍州的文化瑰宝 到底有多少 像无销杂地 苍县武师 河间皮影系 这样的国家级飞仪 就有十九项 省级飞仪达到了一百二十四项 市级飞仪更是多达四百余项 由于水运便利 南来北往的人们再次交汇 让运河之盼 武术之风盛行 作为国家级飞仪 中国传统武术 十大优秀权种之一的八级拳 更是享誉国内外 动作确实是简洁 但是非常的实用 爆裂刚猛 丁师傅 这八级拳果然是名不虚传 但是弟子自觉 自治平平 能否是一个可造制裁呢 武术上关键讲究 未成习以先习得 只要你勤修苦力 一定会有成功 上可以弘扬 咱们民族精神 下可以强身健体 那你就进招吧 随便打 随便打 怎么打 得对了 冰老师 好 不行不行不行 顾上不顾下 顾左顾不了右 我挨了好多下 是 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 我可能就不按你靠出去了 八级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 打八方极远之地 就是把八级拳的尽力 打到八方极远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级拳讲究 头肩走手 尾西足跨 八个部位 用八个部位去打人 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 也叫八级拳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 就会顾此失彼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八级拳讲究迎门三不顾 上去就打 见招打招 瞬间之内能打出三招 瞬间指多长时间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果然是 果然叫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 觉得责任越重 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迅河边 把我们仓中武术文化 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正是由于像丁老师这样的人 代代坚守与传承 才能让我们在风景秀丽的运河之盼 领略到飞夷的魅力 下面云鹏就考一考大家 作为国家级飞夷八级拳 还有哪些特点呢 咱们现场可以学几试 相互之间切磋一下 让我们一起感受八级拳的魅力吧 接招吧 我们的问题来了 八级拳有哪些特点呢 八级拳是刚才我们 沿着运河看飞夷 苍州段的一个国家级飞夷 其实我看同学们一边听着 我就看到我们那块屏幕后面 苍州市第二中学的同学们 刚才一边看 一边在特别认真的记笔记 他们应该想到了 可能会被Q到 这样我们去Q他们一下 我们来问问我们 苍州市第二中学的同学们 刚才我看已经有同学举手了 八级拳有哪些特点 来我们请第一排的这位男同学 来回答一下吧 八级拳 简洁实用 爆裂纲吗 看记着笔记呢都 好谢谢你 还有旁边的同学 来补充一下 他讲究八个部位 所以也叫八级拳 还有他的尽力可达 四遍八方 八个部位 还有一个特点 还有哪个同学有补充的 对旁边那个同学 他迎门就打 然后见招拆招 特别快是吧 好谢谢同学们 我也想问问我们苍州的同学 我们说这个苍州啊 也是武术之乡 你们平时会打拳吗 会几招吗 有练过的同学没有 跟我们招招手 平时练过的 哇这个男孩就练过 来您能跟我们互动互动吗 这个男同学 你平时练过什么 来分享一下 打的拳很多 就是打太极比较多 然后八级拳有接触过 但是练的比较少 八级拳太极都打过 好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同学啊 我们苍州是武术之乡 而且呢 苍州的武桥 也是杂技之乡 苍州有很多的非疑 我们也问问 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吧 有苍州的同学吗 今天现场有吗 或者其他运河 沿线城市的同学有吗 我们今天说到的 邢台 邯郸 洪水 苍州 廊坊 喜欢新区的同学有吗 来跟大家互动互动 说说你的家乡吧 或者来说说 你了解苍州的哪些非疑 来我们请这位同学 互动一下吧 你还了解苍州的哪些非疑 苍州嘛 苍州还有杂技 杂技 对 对 藏州有杂技 对 吴桥的杂技非常有名 对 那句话怎么说 上至九十九 下至刚会走 吴桥练杂技 人人会一手 对吧 每个村子都有人会练杂技 而且现在也是 现在吴桥每两年 还有一届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也非常精彩 现在吴桥的杂技 已经走向世界了 而且我们说 吴桥的杂技走向世界 也离不开运河的功劳 因为想原来 吴桥的这些杂技艺人 那也是在运河上乘着船 去北上去南下 然后去表演 对吧 比如说运河沿线 在北京的天桥 在南京的父子庙 这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 吴桥杂技人的身影 所以呢 我说 今天我们这堂课 沿着运河看飞椅 我们既了解飞椅 讲好这些飞椅的故事 我们也去传播它 去体验它 你会练吗 杂技 杂技嘛 会看 会看 好 先看再练 好不好 希望以后我们人人都能 掌握一门飞椅技能 好 谢谢我们这位同学 今天呢 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 我们这几站 我们去到了邯郸 去到了邢台 还有衡水 苍州 我们这几站看到了 运河边 飞椅这些知识 那申老师 我其实看到 我们今天您开场就说嘛 运河流经 五市一区 对不对 五市一区 有一个区是雄安新区 对 我看到我们美丽河北 曼直播的这个画面里面 大家看 这就是雄安新区 华北明珠 白杨电的风光 电波风光 对 我们其实想请 沈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 因为可能有的同学还不知道 说白杨电和运河 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我们请 沈老师继续开讲 好 谢谢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啊 运河与白杨电 没有什么关联 事实上呢 白杨电 它的一个主要的水系 它是大清河水系 它是大运河 河北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连接雄安新区 承载经经济 协同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域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要求要实现熊安新区白杨电与大运河的一个联通 而熊安新区呢 又恰恰坐在华北明珠白杨电的这个旁边 那么白杨电有大小电波143个 平均每年蓄水13亿立方米 从北西南三面接受了豹河 唐河 潮河的河流 可谓是水资源充沛 所以说呢 通达四方运河的水啊 最大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白杨电这里 那么我可以让大家再看一看这个白杨电造船的一个记忆 对 因为我们说运河上离不开行船 对吧 那这个船是谁造的呢 船 造船里面也有着飞移 我们沿着运河看飞移 熊安新区段 我们看的就是传统的古船木船的造船记忆 熊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 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 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 从小看着长辈造船 如今和妻子一起 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 编完底之后订梁 订完之后上托 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栽板 上完栽板之后就上前后夫头 后边断水梁 据史料记载 白杨电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 兴盛于清朝 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 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 麻雀虽小无脏俱全 专门拍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 特殊工具这是 咱们铁架打的 这不是买来的 咱们前边就是在这打个眼 穿过去 对吧 这边砸上 外边爬上它 就起了一种拉屎作用 跟螺丝一样 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 这是那老师 就是借铺这个木头的做法 这门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 七至八个工吧 这一个人 一天为一个工吧 对吧 一个人做的就七八天 现在还是你铁船多 你看铁船这上边 一站人特别烫 对吧 咱们这木船上边 你到多高的温度 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江师傅的家里 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 陈列着大大小小十多种木船模型 按照十五比一的比例复原 展示着手作木船的历史 这是咱们那个 从宝顶到天井 主要的运输船制 它叫操运船就是 咱们这边你跟它叫怼操 为什么叫怼操 它就是可以分开一看 对吧 可以食粮体 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粮体 就是咱们从宝顶到天井 它这河道不全是枝顶 进拐弯的地方 它穿长几十米 对吧 它到时候就装不开弯了 就把它分开 分开行驶 对吧 北宋愿命清 清少是最长盛的时候 在1958年以前 在运辉上 运辉上 就是他承载运输外 做的贡献是最大的 江师傅说 曹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现在制作的 大多都是符合 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这是咱们现在 白岩店最倡用的一种船 它叫拍子 也叫撞击拍子 就是打尾 运输 旅游 都可以 它运输特别广 现在主要就是 以这种船为主 这是咱们白岩店的一种 特殊船只 就是仿余 仿余 营用的 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船载快 可以在这个风浪上来行驶 这种船现在啊 它在咱们白岩店 有什么 它是一道亮灵的风景线 它专门就是为咱们 旅游的 这么展示这个普遇活动 55岁的江铁桥 说起造船 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 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 对造船记忆的热爱 发自肺腑 源于基因 放学回来给家里边 就是工作 家人老人干这个 就回来工作干 一边干着 一边学位就是 这基本功不好练 我们都是从小 这么干着 小的时候没那么大力气 这个拉钻眼什么 特别费劲 过去没有电钻 都是人工钻眼 就是那个费点劲 小的时候也拉不动 那个在这船上边 拉不动钻了 那钻不钻弯了 我父亲一着急 你脚就把我踹下去 小时候为这个长崖打 再拿起来就是 因为我父亲 他是咱们河北省 第三批 省级船城人 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 我为了继承 这个传统 文化传统 这才实情来的 江铁军的父亲 今年八十六岁高龄的江林祥 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家寨传统造船记忆的传承人 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 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 研究造船的记忆 琢磨怎样让这项记忆 后继有人 做不了了 手也没肉的 您做不了 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做吧 要不做不 不溜失了 宫船你在我这带 把它断了之后 咱们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让 就是说咱们 这种文化失传了 对吧 没有这种文化了 它也是有一种历史优越感 多几年以后 咱们把这种文化传承好 你说这传文化 这多年让孩子看看 都是个乐 每天看着银河 我也是死许万千 就想着总把咱们这项 传统的记忆穿成下起 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把这项记忆方向王大 成为我们银河上的一道亮灵风景线 刚才我们提到了 早在北宋时期 有一种大串 就被重点使用 在银河上承担重要任务 到了秦朝更是 最为受到伤口的重语 这种串叫什么 它在银河上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好的 刚刚我们一起 沿着银河看飞仪 去到了苍州段 我们了解到 去到了雄安新区 我们了解到了传统的造船记忆 我觉得刚才这个故事看的 既惊叹又感动 就是惊叹于我们这种 传统记忆的精湛 但是也感动于子子孙孙 祖祖辈辈之间 对于这种非遗的传承 看到了背后的这种家国情怀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片尾的问题 我们来问到 雄安新区的同学们 那请问 刚刚的这个片子里面的问题 那个船叫什么船 它的主要功能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雄安新区 荣西云西小学的同学们 看看哪位同学知道答案 来举手回答 来我们第一排这个男生 来回答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是 曹运船 它的主要是从河北到天津的运输作用 好 谢谢你 曹运船 曹船 主要功能是运输 其实我看刚才 还有很多同学在举手 我相信雄安新区 我们的同学们 看了刚刚的这个视频里面的介绍 了解了家乡的非遗 一定也感慨万千 我们来请孩子们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就是你还知道你家乡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来跟我们推荐 推荐 来 我们第一排那个女同学 举手的这个女同学 我还知道有雄像鼓乐 它是以乐队的形式出现 它的主要乐器有云螺 鼓 还有笛 管等乐器 好 我们还有其他同学吗 了解家乡非遗的 可以直接举手 来 我们这个同学 还是刚才回答问题的这个男同学 还有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吧 知道芦苇画 它用芦苇的各个部分 通过几道工序 成成天然的美化 芦苇画 其实大家对于安新芦苇画非常熟悉了 对吧 很多朋友去白杨店也会买一点芦苇画回来 我们说白杨店 一电水 一电银 一寸芦苇 一寸金 它做的这些家居饰品非常的精美 栩栩如生 也是雄安新区宝贵的非遗 当然我们说到雄安新区 在大运河当中流经的这些地方 其实现在 2022年的时候 大运河 北京 河北段 已经正式实现了互通互联了 那未来的话 我们也会运河直接和白杨店相连 会直通雄安新区 所以未来啊 北京 天津到雄安 到白杨店 不只可以走陆路 也可以走水路了 未来可以直接我们在运河上乘船来观白杨店 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旅行的体验 当然说到雄安了 其实在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 美丽河北 曼直播 我们的特别节目看见雄安 我也刚刚去了雄安新区 我们当时也去到了白杨店 也去到了像中关村科技园 也看了一些书解过来的央企等等 我觉得了解的更多的是雄安新区的拔结生长 是未来之城 现代化的样子 但是今天呢 我们通过沿着运河看飞移这样一种内容逻辑 我们去了解了雄安新区的飞移故事 又听了同学们的对于家乡飞移的这个推介和讲述 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雄安新区又会有新的认识 它曾经也是非常厚重的 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的这样一座名城 当然我们看完了大运河在雄安新区的这个流域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申老师带着我们继续行走 我们去到今天大运河流津河北的最后一站 廊坊站 大运河廊坊段河道呢 它属于隋带开着的永济区的一部分 元代京航大运河通汇河开着以后呢 成为近北京的一个必经之路 那大运河廊坊段 它是通过一个北运河来进行 北运河呢全长是143公里 那北运河在廊坊经过的距离有21.7公里 其中啊 13.3公里都在这个香河县境内 所以说呢 在古代 流经香河的这个龙头凤尾北运河 不仅是近帝都的通区要路 也是南梁北调的重要朝运通道 因此呢 香河也被称为京都的门户 朝运的咽喉 说到香河可能 大家会想到香河最有名的一个飞仪 就是香河肉饼 同学们有吃过香河肉饼的吗 还是有狼房的朋友吗 那香河肉饼为什么出名 就是因为香吗 离不开乾隆皇帝的一个网红效应 相传啊 乾隆吃过这个香河肉饼之后 占不绝口 但是我估计他吃的这个时间 肯定在11点左右 因为他饿了呀 而且吃完这个香河肉饼之后 乾隆呢 流失一手 香河有奇饼 老欲记忆心 此殿一餐必忘却天下真 天下的真凶美味 都想不起来了 还是肉饼好吃 从此呢 这个香河肉饼就冥满天下 凡到香河必吃肉饼 没到香河的可能也吃肉饼 如今啊 在这个京行大运河 香河岸边啊 非物质融化遗产代表项目 香河肉饼 记忆传承人也定期开展了香河肉饼 工艺培训 如果说有志 做一个厨房爱好者 可以去学习 将香河肉饼的制作工艺 人家是传承给更多的好学者 乐学者 就像申老师说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大运河狼房段 它的飞移除了有人间烟火 也会有一些精神食粮 这样申老师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 我们带着大家继续研着运河 看飞移 看看狼房站的飞移文化 好饭不饭不饭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 大家看我们美丽河北直播的 这个慢直播的这个画面 刚刚呢 申老师也给大家介绍到了 香河段 这个就是香河段的时景 对 视频可以了 而大运河 就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 活化石 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 南北交融 奠定了运河两岸 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 在舞台上 一场好的戏曲表演 想要得到观众的色彩 除了要求 演员们基本功扎实 唱面作打融会贯通之外 笔原形透 也就是戏曲剧装 它的装饰得当 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 也尤为重要 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 刺绣图案 往往可以严格区分 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 性格气质 因此在戏曲界 一直流传有 宁穿破 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前面这些鞋啊 都是 经济舞台 地方戏 各剧种里穿的 靴鞋的款式 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 这个图案 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 你看 只是 在舞台上 只要猴的服装 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 还有快靴的 快靴呢 这是所谓的 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 还有打鞋的 打鞋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远口鞋的款式 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 这是咱们 河北邦的剧院 裴燕玲老师穿的鞋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著名的艺术家 对吧 他的鞋呢 这是中奎里面穿的 这是一个蝙蝠 这是最有代表性 具体的一个鞋 在林园行透中 剧鞋扮演着不可护缺的角色 老话说得好 爷不爷就看鞋 脚下没鞋穷半截 四十多年来 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毅 一直钻研于剧鞋的制作记忆 现如今范少奎 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亿斋小青庄细靴制作记忆的 代表性传承人 他的制作记忆 融合了京津记三地靴鞋制作记忆 包含其父范振毅 天津靴子颂 与其师父吴瑞奇 北京三亿斋的 两种靴鞋制作记忆之大臣 戏曲街的许多名林 常常亲自登门定座 原因就是因为 小青庄细靴制作记忆 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这个超学的这个鞋底 他所谓的独一无二 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 这个纸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全是我们私人去找 手工做纸的师父 去定做来的 现在手工做纸 也是在国家的非议 我用的这个纸 它是骂纸 特别是武系的武生 这个这个行当 最主要他们就打武系 翻跟头 翻跟头是吧 关键就是最主要的 第一鞋底是轻 第二个这骂纸呢 它有碳性 某着挺硬 但是它翻下去以后 它的这个反弹力 它会保护它 对它膝盖有好处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 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 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 像热门剧《甄嬛传》 《康熙思房》等等 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 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 要经历画样板 剪裁下料 粘贴鞋面 缝纫 组装鞋底六大步骤 而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 这是我老师傅 做鞋的时候留下来的样板 这个鞋呢 有风神堡的 有水浒传的 还有那个西游记里面的 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 真实鞋的样板 看这上面吧 有好多都写着字 这是西游记 这是判官 这蓝色的上的这些东西啊 它是当时做鞋的 上面有图案 它得要通过那个 漏粉 把图案 放在这个鞋面上去 它得需要去粉刷 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 有一个个的小针眼 这个小眼呢 扎的眼是标记 是顺着图案 一针针扎下来 有个粉包 把它粉刷一下 一抹 就把这个图案 印到这个鞋帮上去 下部再去制作 这都是我们 劳动的结晶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最费力 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记忆的第一步 就是纳巢靴的鞋底 鞋底做不好 这个鞋 没法用 这都是一针一线 纳上的 看这两个鞋底 从厚度上来讲 两个相差了很多 一针一线 必须得穿透 不管它是这么厚 还是这么厚 都得要去用锥子 一针一针地去穿透 手和全是起的炮 要不就起过炮以后 才处了解 打过退堂鼓吗 肯定的 咋想 对的 如果没有一种 认识这个耐力的话 这行业 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 就是为了 传承这行业 来继承下来 就是坚持 坚持与传承 是范少奎最多提及的 两个词语 而在坚持与传承的背后 更多地看到的是 他发自内心 对于手艺的尊重 对于戏曲文化的尊重 鞋底儿必须纳扎实 抹粉必须严苛三步进行 用料必须轻便又有弹力 为的就是 让戏曲艺术家们 登台表演时 这一双靴鞋 能为他们增光天彩 这个手艺想 发展 就得靠年轻人 但是对年轻人来讲 就是 守得住记录 而且爱好这个产业 它就能够 发展得好 欢迎咱们镜头前的同学们 还有网友们 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 坚守初心 以实际进 发扬 传承好咱们国家的 优秀传统文化 一河雨火千里歌声 千年运河上 历史的青州飘过 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 也飘荡着戏曲的动人声韵 伴随着鼓鼓运河水的流淌 不同戏曲种类在这里诞生 交流融合 那么同学们 你们知道河北大运河沿县的城市 有哪些戏曲曲种入选了国家级飞移民路呢 好的同学们 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的问题问到了 大运河沿县哪些戏曲曲种入选到了国家级飞移民路呢 我们请现场的同学们来回答回答吧 我们现场有同学知道这个答案吗 了解吗 戏曲曲种入选飞移民路的 来这位同学 我不太确定河北邦子是吗 是我们河北保定的文化 是吗 是 盛老师 是 好 谢谢你 还有哪个同学了解 哪个戏曲曲种 可以猜一猜 你熟悉的 还有吗 这位同学 来 京剧 京剧 也是大类 对 京剧肯定是 好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也请沈老师给大家做做小小的补充吧 这个 一滴清水啊 就能折射出七彩的一个光彩 一双小小的 靴鞋 便能 呈现出 一个人物整体的形象 一个小小的企业呢 也都默默地履行了它对于社会 它的一个责任担当 我觉得我看完 刚才这个 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用心守护以及演绎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弘扬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好的 谢谢沈老师 其实到这儿呢 我们大运河啊 河北沿线 我们这五市一区就算走完了 那到这儿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啊 这样我们还没有和唐山的同学们互动呢 来我们请唐山的同学们啊 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就是这堂课 基本上内容 主体内容听完了 你觉得这堂课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什么 或者说来推荐推荐你家商的非仪都可以 我们请看有哪个同学想跟大家分享的 来第一排这女同学 我比较了解的是我们唐山的评据 唐山的评据 评据呢 评据它是 第一批入选国务里的非物质人画一篇 可以可以听见 然后她的创始人是程照才先生 你会唱吗 你学过吗 没有 同学们有学评据的吗 家里有会唱的吗 家人们 我的奶奶会唱 你的奶奶会唱 我觉得特别好 你看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看到的一样 刚才做戏削的这位传承人说了 说非仪的传承要靠谁 要靠年轻人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子孙孙 祖祖辈辈的方式 来传承给我们现在的孩子们 希望你们今天了解了这些非仪 认识了他 未来也可以学习他 传播他 好不好 好 我们还有哪个同学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家乡 还有哪些 来 我们后面那个同学吧 来 我们老师给递一下话筒 谢谢 因为我出生在唐山 所以我最了解的就是唐山皮影 唐山皮影又称为卢皮影 丸州影 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能化遗产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过一次皮影 我特别 因为那种很热闹的气氛 还有快乐的感觉 然后使我觉得我不能忘记那次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同学唐山皮影 这也是全世界有名 我们还有哪位同学想跟大家做做分享的 来 我们这位男同学 你直接站起来说吧 就是我还知道唐山最有名的小吃 就是妻子烧饼的来历 就是当时古代这种妻子烧饼的话 就是它长得很像那种下围棋的妻子 因为当时古代的话 带食物不太方便 有时候好有时候人吃不饱 所以他们就会把一种面做成跟棋子一样的东西 把里面加上肉 这样我们他们就可以边路上边吃 并且很方便形态 好 谢谢我们同学给我们介绍了唐山的棋子烧饼 还有刚才说到的平影戏 平剧 能看出来孩子们对于家乡的热爱 继续我们也来跟宝定的同学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知道宝定也是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深厚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底蕴 然后同时呢宝定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 我们来问问我们宝定的同学 哎呀我们这个小同学已经举手了 来站起来吧 就是你 来跟我们推荐推荐吧 孩子推荐推荐 你的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地方 就是宝定的西大街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西大街 还有宝定花区 还有哪儿 然后我就不知道啊 好我们再问问别的同学 谢谢你 我们宝定有三宝是铁球面镜和春宝 其中我想推荐的是宝定铁球 这是一种爷爷奶奶们非常喜欢的健身器材 一叫健身球 可以舒筋活络 强身健体 好谢谢我们这位同学 特别好 宝定有三宝 把三宝给我们讲了讲 我看后边这个 对这个男同学一直在举手 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他一定有特别想说的 来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啊 跟我们分享到了家乡的这些美食美景 好吃的好玩的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私政课呢 我们也可以走到更多的城市啊 去跟大家共同去探寻每个城市的魅力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 说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 像宝定唐山其实是没有在大运河沿线 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像刚才孩子们跟我们分享到的 有美食 有美景 有值得让他们骄傲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请问问我们现场的 河北师班大学我们的同学们 请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你的家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 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我家乡有什么 我们直接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 这位同学 我的家乡是河北省 石家庄是陆泉区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 叫做暴独寨 暴独寨 对 它虽然是寨 但它不是村庄 而是一座山 对 然后这个山 你从远处看的话 它就犹如一个仰卧的一个巨佛 从石家庄到陆泉 有一个路叫做望佛路 就可以看到这个壮景 然后这座山它海拔有580米左右 虽然不高 但是它有全国最大的这个山顶牌坊 然后我有幸这个登上过一次 是夜晚爬上去的 然后去看日出 那个日出景观真的是特别的美丽 就宛如在这个云间这个山径一般 用八个字来形容 叫云破天开 东方送小 好 谢谢你 用这种情景化的形式 带我们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 你的家乡的美景 我们再请刚才还有哪位同学 想分享一下自己家乡 有什么让你觉得骄傲的 来 我们这位同学 我其实也是石家庄人 所以我觉得比较骄傲的 就是正定有一个赵云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其实是当时为了纪念这个赵云将军 它就又叫这个赵子龙而建成的 它那个寺庙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它的那个雕像 然后也是能够 当你去现场去看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就是它那个将军的那种 英勇的那种气场 就是很明显 我觉得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正定去现场看一下 去你的家乡看一看 对 好 谢谢你 我们还有其他城市的同学吗 来分享分享 你的家乡有什么让你觉得骄傲的 你想分享给更多的同学和网友的 来 我们这周的同学吧 来 你分享一下吧 大家好 我来自河北秦皇岛 我们秦皇岛有非常举世闻名的 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 也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想值得一提示的是 我是一个少数民族 我来自一个满族自治县 我们有非常特色的满族猴打棒 还有根据我们当地的特产 制作成年豆包 在其年豆包也非常欢迎大家过去观赏 去品尝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丰富的你的家乡的文化 我觉得通过大家的分享呢 感受到了大家对于家乡的这种热爱 一片赤城的这种赤子之心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家乡的热爱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个体 对于我们的家乡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那我们所有人聚到一起 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今天我们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们看了很多飞仪 但其实我真是觉得啊 大家看完之后 飞仪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天吃的小墨香油 我们可能家里摆的瓷州摇 我们练的这个太极拳啊 八极拳 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古人在生活当中的智慧 传承到了今天 借用今天一位飞仪传承人 刚刚说到的话 这个飞仪传承要靠谁 要靠年轻人 今天我们通过思政课这样的形式啊 来跟我们的大中小学生 共同来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堂课的意义所在 我们希望带着大家 一块去认识飞仪 了解飞仪 然后爱上飞仪 感受飞仪 去传播飞仪 在座的各位 还有我们镜头前的各位网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飞仪的传承人 那今天我们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们行走的五十一区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也非常感谢今天 申老师精彩的授课 谢谢申老师 谢谢 未来呢也希望和申老师能够一起 我们可以走向更多的城市 去到更多的地方 去探寻每个城市的文化魅力 好的 各位网友 各位同学 那我们今天沿着运河看飞仪 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儿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思政课 再见啦 下课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